說回正題,還未進入正題 要去說日內亞車展 我們連同一起說吧 之前不是說我們分兩個東西 一個是說新車,但跟日內亞車展沒有關係 比如寶馬的X2 另一個是日內亞車展才能看到的新車 我們混同一起說吧 你看了我給你的影片,是嗎? 對,從A到Z 都沒有說Aston Martin 如果沒有參戰,也沒有 你覺得裡面有哪一部車 你覺得我們有很多說法 其實可以選擇你想說的出來說 又可以由便宜到貴 因為通常貴的車大家都不太在乎 那些名字都不會發音 有一部車我只是聽都沒聽過 你問它說完之後我就不知道什麼車 好像IF不知什麼 Macallum那些就不說,那些不熟 我們說比較便宜的,叫AORIS 我自己說,兩部車都很值得說 一個是叫AORIS 另外它說的一部是什麼? Supra,那部很厲害 Supra Supra 其實,哎呀,你什麼Supra 什麼厲害 不就是Fall 整個款式都是Fall的 它是Toyota和寶馬 是John Vancher一起研發這部車的 說得明的 所以它的引擎是寶馬引擎 但是Supra 以我講Supra 我讀書年代的Supra 街上見到 或者你說Fast and Furious 速度與激情裡面 既然那個人駕駛Supra 那個是跟GT-R 是同一個Level的車 都可以這麼說 因為以前的GT-R就是Skyline R34、R33那些 Supra可能低一級的GT-R 那部是神車 就是神台上面最高的位 Supra就是神台裡面第二、第三位 你當它是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說 Toyota那部重新附了86 86就純粹靠藤原台上來 如果不是的 這件事我一定要糾正一下 就是這件事真的要吊黑 我不知道是吊中藥 或者是日本人好 之前我經常說AE86 其實你知不知道AE86是賣車 Crowler 是啊 Crowler 但是你不能這麼說 你剛才說Civic Type-R 也不是Civic 不是 你知不知道GK5是甚麼車 我知道 就是飛道 不是呀 GK5必有黑 就是飛道 不是呀 86跟當年的Crowler是不一樣的 你拿回當年Crowler對比一下 是不一樣的 豐田86跟AE86是兩碼事 因為那部車為甚麼叫AE86呢 他們不是說 我們看那個 叫甚麼名字 叫Puey 投文字D裡面不是說的 AE86 現在好像吹到AE88 其實是它每換一代 它換一個號碼 其實那時候Crowler已經換了兩代了 其實那部車就是一部Crowler 只不過被他爸爸改裝過 其實就是一部被改裝過的Crowler 你後來才說復活86 其實我覺得它更加多是向 借個名字 不是呀 只是借個名字想賣車 主要是 但是真的很多人買 當然了 86也是神壇上的車 剛才說GTR 你看 陶文字D 抽贏GTR 86 不是 他改到抽贏GTR 你說他爸爸送豆腐 沒有那部車改 但是他怎麼改都不夠GTR 改得厲害 不是他改了很威脅的發動機上 其實想說的點就是 Super 你知道以前改到是多瘋 那兩千匹馬力出來的改到 我知道 當年我剛出國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水味 還看到90年代的日本車 是怎樣可以改裝界橫掃 你看那個年代的極品飛車 你就知道了 在那個年代之前 我還是說法拉里林姆堅尼 跑得最快一點就想極品飛車 但是去到那個年代 就變成全都便宜的 日本車的很便宜 那時候有什麼EVO 有人說幾十萬 但林姆堅尼說幾百萬 但是那時候就被這班日本的 相對歐洲車來說 比較便宜的車 全數了 因為無論你法拉里也好 林姆堅尼也好 你抽不贏日本車 他改完之後 一定就贏你的 無論你是直線加速度 還是扔彎 各種各樣的東西 你都不夠一年 就是說 SUPER是一個改裝潛力極高的車 至少停產那部是 之前那部 現在這部就不知道 現在這部可能也是想賣車 我也覺得他這個偏向 因為他86都已經有前科 當然看了很多種說法 定位就說 他的定位大概就比86貴一萬美金左右 就不是買到很貴 因為你看 跟現在的Z4和TTS差不多 就是TT 跑得厲害的那部TT 不是 如果在澳洲 TT和Z4買貴很多 86是賣三四萬元 Z4和TT 你不可能加多一萬買得到 乘以二就差不多 八九萬十萬元有找 八九萬買不跑得的車 不一樣 你補碼 補碼就算最便宜的316 都賣是五萬多六萬 拿走也要賺過60元 又不可能Z4買得到便宜的316 你們澳洲沒有一系列的本碼買的 我知道 但是一系就無可比性 一系真的 就算說一系 我記得我之前看過 講到之前 一個月之前 Benz A-Class 做Promotion 這裏又有車展 因為A-Class 換袋 之前他就把舊款全部 所謂的監製 但也不便宜 A-Class 最便宜的A180 好像是四萬多元 澳洲買車也不容易 買豪華車 我之前說過 中國的無論寶馬三是奧迪的 A3、A4 Benz C-Class 只想買得便宜 因為中國國產了 但是澳洲沒有國產 其實也不便宜 但現在跟澳洲比便宜很多 我跟他說 補一下316 最便宜的那部 你有沒有可能 中國買到這價 6萬元澳幣 316來的 只有三缸而已 所以說 Too young too simple 中國買多少錢 316賣多少錢 中國沒有316這個型號 看不上 320 不是 我們不要說316 我們最小的那部是318 318 你不就自己 再加到幾千元 318 MSRP價 28.8 但經銷商餐口價 就是232,700 那我就是了 我就說這個點 中國一定便宜澳洲 澳洲肯定是6萬元以上的 318的話 6萬5左右 我猜賣單 聯繫貼乏動機 叫什麼 寶馬最差也要賣320 但320現在都是賣263,400 所以我就說 剛才我數了 寶馬3 C-Class A4 A3 一定是中國便宜的 因為中國國產了 你說就沒得比 澳洲只要你想買這些貴價品牌 就一定會給多一點錢 所以你老老實實上買一些 便宜的品牌 那些就反而澳洲賣底 好像奧德塞 如果你跟中國的比 就像你剛才說 那不需要看中國 你一看澳洲就看澳洲 那你就無所謂 Bass是貴一點的 肯定貴一點的 買不來就買不來的 我剛才說 Supra Supra推出一部 當然我是有少許失望的 因為我打算他推出 真的是量產那部Supra 但他不是的 就推出一部賽道版 RS Supra Racing Concept 所以還未見得到 雖然一年前我們上網 都已經搜到Supra的樣子出來了 那時候我說 如果你真的買貴一點 或者美金的話 肯定沒有人買86 全世界買Supra 有型這麼多 就隔了這麼多 86出了五、六年